早安 來到開市前瞬時間 恆生指數連續兩天上升 累積計只是兩個交易日升至1200點 究竟我們今天的運程是怎樣 我們找一下保持一起討論 今天很多外圍焦點 都要留意可能對港股都有啟事 保持早安 早安 大家早安 第一件事是美國的中期選舉 大家要看著 美國方面今天會舉行中期國會選舉 現在民調顯示共和黨有望至少得到眾議院 現在總統拜登是民主黨 他的對手共和黨有可能得到眾議院 雖然感覺上是對家得到 不是一個一致的執政 不過見到一些大口好像摩根士丹說到 如果共和黨得到眾議院的話 反而對美股有利 因為財政支出會凍結 反而預算赤字和通脹沒有那麼高 就覺得有利的債息下降 和美股升 延續到港股市反彈 民主黨經常花錢 給人的感覺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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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解讀 Tesla行政總裁馬斯克也有表態 他說支持共和黨 覺得共享政權反而比較好 是啊 太順反而未必好 因為馬斯克的理念 就說 因為你都 像你說的 拜登 民主黨 他已經總統了 已經總統了 已經總統了 如果國會 好像現在這樣 繼續由民主黨的控制 那沒有那麼好 有其他黨 共和黨去制衡總統 就更好 這是馬斯克的意見 是的 還有現在暫時 好像民調都估計 共和黨贏的機會率比較高 無論是眾議院還是參議院 你看看過往歷史 其實逢第四季 如果是由美國的中期選舉的話 其實那年的第四季 美股的表現是好一點的 是啊 昨天我們都找尼亞東 策略師李鎮豪都這麼說 是十二月差一些 如果拆回每個月 第二年的第一季 即明年第一季 通常美股都會好的 即使執政黨拿不到國會控制權 給了別人 都對美股會利好的 看今次是否這樣 是的 昨晚美股都升著去等這個結果 昨晚美股升幅擴大 道指升到四百多點 納指都升了百分之零點八 焦點股方面可以留意蘋果 昨天這個時間和大家分享過 蘋果公司iPhone14的交付量 可能低過預期 蘋果昨晚在外圍 早段要跌 跌差不多百分之二 之後就到升收市 算是穩陣 等著結果收 是的 昨天那段新聞 沒辦法 一來鄭州 其中一個iPhone生產的重要基地 有些阻滯 傳聞因為疫情生產阻滯 第二他都有說到的需求 那裏 外電這樣引述 需求是比預期當中稍微疲弱些 影響了業務都未定 最近有沒有看新聞 香港的零加三 有些旅客去到這個 Rugby Seven 這七人籃球賽 入不到場的新聞 有沒有看 有啊 那些人很活該 穿紅馬衫 不知道有什麼意味 很搞笑 現在也有些開放消息 是的 本身現在零加三 頭三天的旅客要拿著皇馬 入不到食肆 要用賣外賣 現在就有些放寬 就說如果你是跟團來的話 你就可以拿著皇馬期間 可以團出團入 即是跟著那個團 一起去入一些地方 例如是一個主題公園 博物館等等 一些指定的地方 你出去吃肆吃都可以的 你要去一個指定的食肆 在一個分隔的區域那裡吃 是的 即是 這個意味就好像 政府是想這個 好像平衡的風險 是吧 有些業界 回應訴求 還有一些業界 就覺得 步向零加零的中途站 形容我們 現在零加三 好像都有一些限制 但是鬆多一點點給你 是吧 皇馬期間都可以 有一定的自由度 看看可否吸引到 一些旅客來香港 看看對本地相關股 有沒有什麼影響 好啊 問專家就知道了 多謝導師 我們今天有Patrick 沈明雄 Patrick 你好 早晨 吳嘉雯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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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了很多焦點 你最關心哪樣 暫時還是看中期選舉 因為昨晚你見美股升上來 都是中期選舉的因素 正如你聽說到 中期選舉 大家都預計共和黨 應該會勝出 拿回眾議院的權 變成 往後來說 可能拜登政府的施政 真的沒有之前兩年那麼順 但這個未必是壞事 因為以往你看美國的歷史 也都是 去到中期選舉 很多時候 原先的執政黨派 都會失去兩會其中一會的控制權 所以出現一些互相制衡的情況 如果你說共和黨 接下來拿回眾議院的控制權 我想接下來要看什麼呢 就看政策上 即是說什麼呢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剛才你提到 可能不用那麼多錢 不用那麼多錢的話 可能赤字下降 有利利率向下 而貨幣政策方面來說 有機會可能都不想加那麼多息 因為如果你看回 大家還不記得嗎 之前特朗普 川普曾經罵過那時候加息 早幾年前 當時聯儲局加息 他罵他說不應該加 其實共和黨是傾向 不是很想的息口太高 所以共和黨如果拿了眾議院之後 可能大家又會憧憬 會不會接下來加息會加得少些呢 可能這個對市的而且確是有機會有些幫助 不過12月份就小心少少 因為始終如果真是共和黨拿了眾議院之後 可能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增壓會多了 12月份可能那些叫做剛剛選舉完 可能增壓比較多 有機會在12月份發生 這個可能令到市場有少少藉口 可能沽一沽貨 12月份可能看回統計也是 以往12月份來講 就是那個中期選舉後 表現是會差一些的 真是好 幫我們折迫這個美股的運程 12月要小心 即使共和黨贏 就是昨天我們也講過 過去十次美國這個中期選舉 其實執政黨 十次當中是輸了九次的 都是被人贏了的 其實不意外 估計共和黨在國會控制權有機會拿回 但對市場的影響如何呢 Patrick你也講過了 我們港股怎樣 昨天升四百多點 提到兩天之間 累積計升成1200點 兩天而已 連續兩天站在20天移動平均線 不過我知道Patrick你比較保守 是呀 其實都是傾向保守一點 因為始終市場 之前試過一萬四千五 近期低位 然後就彈 彈得嚴強了一點 太快了 如果你慢一點 反而可以安心一點 我想先講幾件事 第一件事來講 其實如果你問我今年的市場 有沒有機會見底 其實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原因是什麼 純粹技術 其他基本事不要講著 技術上來說 如果你看今年恒指的高位 其實大約是二萬五千點 如果二萬五千點 如果我們以一年的波幅來計算 大約八千到一萬點的波幅 其實今年那個 如果滿足每年的所謂波幅需要 其實低位應該在一萬五至一萬七 即是說如果之前去到一萬四千五 就有少許我們叫做overshoot 或者叫跌過了龍 現在變成你過了龍的時間 它就回到一萬五至一萬七這個區域之內 所以市場回到一萬五至一萬七這個區域 其實的確是技術上 只是配合波幅需要 因為你每年的波幅是八千至一萬 所以當你多過一萬點的波幅 其實市場就叫做跌過龍了 有機會 所以市場就抽上去 好 抽上去之後 怎麼看呢 其實現在你要看一件事 我們先看周線圖 其實有一個阻力位 有一個阻力位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十周線 十周線就是一萬七千一 所以如果你這樣彈上去 第一關就是看一萬七千一這個位置 即是十周線 接著破了十周線 你才再看日線圖的五十天線 就是一萬七千五附近 所以變成你一級一級看 一萬七千一 接著一萬七千五這樣去看 我想就穩妥少少的 所以暫時你問我 市場是有機會再彈高一點的 但水位上又未必太多 反而有機會去到一萬七樓上 會有些獲利的盤 有機會湧出來先 這是周線圖的看法 沒錯 周線圖的每一支棍 就代表一個星期的走勢 見到我們這兩個星期的走勢很好 以及我們今次和你聊天 對上一個月已經和大家分享過 所謂以前在2008年或2011年的時候 那個見底訊號 見底訊號其實就是在低位裏面 出一支大洋竹 最好有一個長的下影線 即是那星期很低 抽上來收 再漂亮一點就是我們那支大洋竹的高位 是升穿對上一個星期 那個高位就更低 沒錯 我們其實就達到了 所以就確是有初步見底訊號 不確實你審訊都對的 逐步來 十周線就一萬七千日 看看日線圖 剛才你提到 我們再頭頂 五十篇線一萬七千五 但是既然你都當著反彈 我們有個防備 即是指讚位或指洩位 你又應該怎樣擺呢 其實我想你可以擺 用十天和二天線 現在二天線就一萬五千九 十天線就一萬五千四附近 其實我想如果你說 之前低位罵了貨 那你還未看著 二天線和十天線做著部署 甚麼意思 即是如果你失手了十天線一萬五千九 可能我先減一半貨 如果接下來 假設連十天線一萬五千四 都跌穿了 我就清倉離牆 如果這些是低位罵了貨 如果高位罵了貨 仍然在坐艇 或者怎樣 其實你同樣 你可以用十天二天線 做一些減遲的動作 儘量可能減輕自己的倉位先 同樣跌穿二天線就減些 跌穿十天線又減些 因為大方向上 我覺得市場都是有機會再跌 但未必是今年 今年年尾前 可能有些所謂window dressing 即是粉飾槍廠會做 但來年來說 仍然有機會跌 原因是什麼呢 大家要記得一件事 問題其實仍然都在 即是那些息口 通脹 對 內地防疫政策 經濟衰退 全部都放在這裏 其實是沒有變化過的 這一輪 所以這一輪 為什麼市場很大機會 純粹反彈呢 還有提多一點 留意成交 如果接下來的大市成交 開始彈得來 慢慢萎縮 即是反彈有機會差不多了 昨天好像是千四億成交 對 上個星期五就是千八 所以成交昨天是縮了 如果再彈上去 再少於千四億去到一千億 甚至跌到一千億 甚至跌到一千億 留下 小心了 這個反彈有可能完結了 北水呢 這個表也看了 北水呢 北水呢 連續第三日減少 是的 由七十幾億 連續三日的七十幾億 去到上星期五 六十億的北水 我們昨天呢 四十八點九億 是進一步減少了一些 北水又少了 那對市場有沒有影響呢 都要留意 剛才你說近來升得來 有點虛虛的 我敢一聽你的意思 其實我覺得都 我們的觀察都是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升上來就炒什麼 炒內地那個防疫會不會放鬆 其實你看回剛剛特別這兩天 那個內地疫情其實很嚴峻 我們都揣摩過一些官方 包括官媒那些言論 大家覺得大行都是這樣說的 有些鬆動空間的 甚至高盛都猜 說明年第二季有機會會開放 這個經濟 但是如果你以現在冬季的情況 疫情比較嚴重 也都有不少意見 覺得短期內大幅放寬防疫 那個機會其實根本就不大 這裏炒上來 是不是真的炒放寬 這件事是否真是那麼堅 大家有疑問 中概股那裏其實就說首輪那個審計 暫時沒有壞消息 但其實不等於將來沒有壞消息 沒錯 還有一件事 美國息口那裏 是不是真的見頂就快 有些人都有疑問 你起碼還有離幾息要加 是不是 那經濟是否真的沒有損害 那三點真的都是大家 有些人會有個問號 是的 同意 首先疫情 現在內地疫情升溫 尤其是今年比較早過年 一月就過年了 變了來說會不會 又冬季 這段時間開始天氣慢慢涼 轉冷 變了這段時間 其實那個防疫 有可能是會加強 因為如果你去到一月份 開始的春運 變了來說 如果那一刻你的疫情控制得不好 可能是很大件事 所以變了在今年來說 可能去到較後的時間 你都如果疫情還不降溫 你都不排除內地會鼓勵大家 所謂就地過年 如果這樣的情況 經濟當然也會有問題 可能壓力會大些 息口那裡 你都預料了 因為十二月份看 聯儲局點陣圖 估計都是會上調 明年那個利率目標 現在大家都看五里流上 所以又是了 加息又是未完的 所以似乎看起來真的沒有什麼 譬如審計報告也是 你提早離開香港 你只是做完工作 但是之後 你當然會有報告寫出來 到時美國會說什麼 我們不知道 那份報告寫什麼 或者說有些東西我找不到 這樣就麻煩 看不到 到時爭拗點仍然會存在 所以我覺得 剛才提到 暫時反彈 來年才有機會再沉底 今年反而 如果美國覺得稍為樂觀一點 就是跌得多 希望做一些粉飾槍處 拉高一點 但這個不代表事轉世 好 當然有家庭觀眾又說 先享受浸聲浪 反彈浪 當你反彈浪 那些藍醜 有些重磅股 有沒有哪些 其實近來有些突破 我們做一些自家研究 好嗎 我們待會下一次休息回來 再和您分享 好嗎 今次預算廣告稍為低開 剛才還未說到 因為低開估計也不多 幾十點 因為我以為重磅新經濟 有個別的回吐 可能影響指數 期指也是 低開七十點 去到一萬六千五百點水平 最新就未跌五十六點 一萬六千五百九百八點 成交有二千四百幾張 其實有一點都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Pitcher 剛才我們說到指數 其實牛熊症 都可以問問你有沒有啟事 今次我也做了些功課 因為小心彈完之後會跌下去 熊症現在重貨區向上 你知道有些人說陰謀論 熊症特別早一兩天比較多的時候 當然是炒上去夾死熊仔 現在最重貨就在一萬七點附近 一萬七千一左右 再數上一萬七千二到近一萬七千三 但我留意到牛仔下面訂得多很多 根據瑞信數據 一萬五千七相等於期指過千張的貨 我不知道你覺得這個數有沒有啟事 這個我們都視為另一個指標 因為之前市跌得很急 很多牛就殺光 你殺光的話 牛證沒有什麼 你想想法紅商都要時間出牛證 所以出牛證那一刻 有機會使市會有回升 當市夾上去之後 市場上又多了牛證 慢慢見到牛證慢慢累積 現在衝上來先殺了一批紅 因為如果你看回紅證 一萬七到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九點 其實那裡加上相等期指張數 去到一千五張 所以有可能你夾高幾百點 去到一萬七千三 吃光這批紅證 然後才掉頭回去 這個不奇怪 最主要是之前跌得急 沒有牛證 變成有個需要 如果從法皇商角度 他慢慢出牛證那一刻 是有機會市場要夾一夾上去 好啊 我們有空再幫大家更新 有時會轉變 究竟是炒上去一萬七點 甚至一萬七千三 樓上還是向下炒呢 我們再想 這個時間我們不如這樣 這個數據參考 藍籌股 我們周時說穩陣一點 穩陣得來強勢最好 有些人技術分析喜歡強勢股 我不知道是否喜歡這些 怎樣為之強勢呢 有些標準 有些修復上所有主要平均線 這麼厲害 所有主要平均線 即十天二十天五十天 一百天二百天二百十天 都上回去 有哪一隻呢 石藥 周大福 中海油 這些修復主要平均線 有些重上五十天線 都重要 因為他已經修復十天二十天 上了五十天 有些老實說 我都想不到 阿里健康上榜 中星 信義光能 聯想 中國生物製藥 小米 當中有些值得留意 升得來 上了平均線 有沒有成交配合 我們螢光幕第一行 石藥近來成交多了很多 其他有些成交近來 比較明顯增加 剛剛講到阿里健康 中星成交近來都多了 中國生物製藥 小米都是 留意小米 我給了三個 包括什麼 RSI突破 近日成交明顯增加 出現黃金交叉 小米很厲害 想不到 我不知道這版裏 如果真的有家庭觀眾 還想反彈 穩穩固 有沒有選擇 第一件事想說一說 就算你修復所有平均線都好 其實我們都要看平均線的排序 是否去到標準的升線模式 正常的排序應該是十天線最高 二十天線 然後五十、一百到二百五十 如果你看回 例如拿一隻883 中海油為例 其實你看回移動平均線的排列 暫時這一刻來講 都未曾完全去到正常的水平 所以來講 就要留意一下 這樣反映 沒錯 修復所有平均線 但都是有待平均線排序 去到正常的水平 同時間來講 我通常看股票 除了看移動平均線的表現之外 你就應該要看基本面 因為有很多時候大市跌了這麼多 出現過很強勁反彈 股份要升穿平均線 其實不是很難 始終跌得多 你稍微一彈回 可能單日升十幾二十個百分比 就已經突破好幾條平均線 所以這個是反彈常見的 另一件事一定要看正話題 你就要看基本面配不配合 譬如你說 例如未來的市 我們判斷後市還有機會下跌 你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氣氛有機會轉差 相關股份可能都會跌 如果你說圖中那些股份 如果你讓我選 可能我暫時都會留意883 以及周大福兩隻 原因就是海油方面 始終油價在冬季期間 都是有機會做好 近期你見紐約那邊 都上回九字頭 油價 變了來說 很大可能 在冬季期間 海油這些都會硬正些 周大福就是說 駁防疫措施 最佈放寬 現在旅行團團出團入 有沒有機會有些團去周大福 這個都有可能性 變了來說 反而這些有些基本面 跟下那些 你就可以配合平均線一起去看 直播率會高些 你覺得這兩隻水位多不多? 水位是另一件事 水位方面來說 因為真的升了很多 例如你看周大福 其實現在的圖 你見到 它都已經去到16元 大約是頂部位置 短期 說的是10月頭 10月7號那些位置 當時去過16.2元 現在就15.4元 變成了幾毫子 你看有沒有機會破到16.2元 破到就再看上去 即是說什麼呢? 有貨你可以先拿著它 就駁它破16.2元 破到的就繼續看 破不到16.2元 你便吃虎 所以暫時現價去追 空間就不太多 因為它是升了 明白 說真的一句 平均線排序 你選中海油和周大福 會比較好 其實我這樣看 應該是1093會比較好 你又不選它 基本面問題 基本面 基本面我似乎打一點折扣 還有有時候 都要看有沒有消息 周大福那些 有團出團入 在市場有個藉口 中海油那些 有個冬季油價因素 石藥就好像消息面就欠奉一點 因為你有時炒股 真的要看消息 你沒有消息 就有時真的 都未必那麼容易移動股份 好 我補一部恆生指數 總是還有一個想問 恆生指數 因為有些少少有驚喜 高開度 44點高開 16,640點 當然高開就不算特別多 如果納上去 藍醜裏面做得好的 剛才提到一些信義光能 也強勢 吉利汽車近來的成交都多 這兩隻來講 都是藍醜升幅榜 高開度1-2% 信義光能 吉利汽車 雲橋 都是藍醜裏面行先 雖然不是很重磅 我們幾十秒時間 我想問一隻小米 那些技術走勢很漂亮 新經濟裏面 我見到它真的比較突出 你順勢 順勢看技術 短期就看有沒有機會11元 100天線那些位 但現價都十個三分多 它的技術走勢漂亮了 但基本因素上 漂亮不漂亮呢 就要看 因為大家都監心手機需求 所以基本面 我覺得就有少少折扣 但情況就是 始終它繞了底 短期一點 100天線 下面就五十天線 九個七附近左右 跌穿便走人 好啊 即管答案你問問 剛才說給了幾個 起碼出了一個黃金交叉 當這幾條長一點的平均線 就未黃金交叉 講短的平均線 好 今早上小米 粒米都大了些 超過1%高開 Pitcher有沒有拿著 剛才談過股份 沒有持有的 好 多謝你 我是休息回來 跟下其他焦點股 講過連升兩日 累積計升1200點以上 今早能夠高開到 當然就是高開幾十點 高開四十點左右 高開到16640點 最新來講 都在這個水平拉鋸緊 升26點 但是新能源汽車 今早有個別股價都受壓 待會再說 看看對於恆子 都很重要啟示 新經濟股 有一個指標可以看 就是恆生科技指數 最新指數升1點 微升而已 做3397 看完反映中資股 整體表現的國企股指數 國子的走勢是怎樣 最新升8點 5645點 如果看這樣 恆子、科子、國子 暫時都能夠微升到 但就不是升很多 拉鋸的局面 看看五大匯的股份 有沒有一些出色些 等大家醒醒神 看下去 這五隻裡面 跌多升少 當然跌不是很多 騰訊跌6毫子 阿里巴巴就慘了 因為昨天我們升市得來 都比較弱 今天股價跌2% 68.25 評寶回2毫子 36.7 友邦升3.5 在68元水平 剛剛跳跳 第五位都要跌的 就是榮昌 股價跌風超過1% 看看這隻股份 昨天曾經是中途停牌 即是龍光集團 今天伏牌 發生什麼事 公司被債權人 申請清盤 公司當然要回應 就說這個清盤的情情 可能會損害到公司價值 將會尋求法律的措施 去堅決反對 股價伏牌回來之後 股價跌得比較多 跌了11% 去到4.4 看看這隻車 踏不踏得著 就是吉利汽車 剛才都輕微提過它 集團公佈了 10月份的總銷量有3.6%增長 近來留意一下 成交升得來 由低位顯著反彈 升得來成交都多 今天股價最新 現在開市是2分鐘左右 11.1%升幅有超過2% 留意一下 剛才提到新能源汽車 有些是中概股 即是說他們在美國都有上市 但跌得多 跟隨外圍的跌勢 最新未來跌7% 小鵬跌幅超過2% 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再分析 回來節目時間 這次新邊嘉賓 有談論為Steven 和大家跟進市況 早安 Steven 早安 大家看看港股市況 看到港股今早高開到四十幾點之後 最新要掉頭向下 跌11點 報在16588點 而A股方面 上陣跌8點 報在3068點 深淨成分指數 要跌10點 報在11197點 先問問Steven 看見港股興興高開之後 現在最新要掉頭向下 接下來的勢是怎樣 勢頭還是一個跌浪的反彈 沒有那麼快去講見底 或者任何的升浪 因為始終技術上 後面你見到軍線還是空頭 完全沒有好像六月時的黃金交叉情況 所以我講不出見底 當然交集著兩種因素 包括美國方面 美債的知識稍微在高位震盪 有些回落 對我們來說是鬆的 內地方面 其實復償的概念仍然是炒作的 也沒有因為星期六的時候 衛健委的說法 令到市場很消極、很負面的情緒 所以我覺得仍然是炒作當中 恆生指數首先看回從仰前後 一兩個位 大約17點至18點左右 先看17點 我認為現時是來到這些水平 約莫可能三四百點左右 繼續有貨的話坐艇 繼續由它去反彈 但如果你說現時才去做一些所謂中長線 打算持有去撈底的話 我覺得跌浪反彈去到17,000左右差不多 見到這一刻 港股又再轉升 升近55點 跳著下升近64點 報26,657點 今天我們先和大家跟一下車股 車股入面都是看著吉利 其中一隻表現得相對好些的籃籌股 公佈上一個月的銷量 按月和按年比較都可以升 10月份的銷量和9月份比較 升到1.6 按年比較可以升到3.6 額外 純電動車的銷量按年來講 升了超過3.4倍 而頭10個月去到計算 累計的銷量有114萬架 按年比較就升到大約1成左右 先問問Steven 見到吉利現在這一刻都升近3%過外 看回他最近比其他車股的走勢 相對跑出一點 加上銷量好像都可以 是的 產銷來說 在過去你見到車股由6月底 一路跌到今時今刻 但其實一路去看著 雖然股價是下跌 吉利的產銷數據就沒有差 尤其在新能源汽車極黑品牌方面 其實一路都是交到功課 現在的情況就是在於 它都是跌浪反彈 畫面上也都見到 它似乎都是很多軍線的樣子 空頭排列 不是說去長渣 不過是短炒 現時就在過去三年左右 好幾次在10元那些位置 就做個分水嶺 一見就彈一見就彈 今次是穿的 又不能夠不正視 今次其實是穿過的 所以今次老實說 市場的氣氛作樣因素 是很弱很弱的 所以有課的朋友 看回又是了 從仰前後那些高位 看看有沒有阻力回頭 現在再去追 老實說我不建議 但先看完一個半 過後如果撞來撞去 都升不穿了 有回落的情況 就去食股 看到吉利這一刻 都在升3%過外 到11.16元 看看其他車股今早的情況是怎樣 是不是直接都可以升 原來是個別發展格局一點 看到比亞迪沒有升跌 長期也沒有動 其餘跌的股份相對多些少 跌的股份有些造車生勢力 留意蔚來有6%過外的跌幅 在87.55元 理想和小鵬分別跌1%至2%過外 廣氣集團偏遠一點 講到廣氣 我們也有個消息和大家更新 他們加強確保電動車鋰電池等 的原材料供應 他們設立了一個合資公司 做一些礦產地執勘查 和一些礦產資源的投資管理經營 看著這個情況 廣氣的持股比例是大概4.7% 公司就說相信這個合作 可以完善他們在鋰電上游原材料的佈局 提升一些關鍵零部件的供應能力 問問Steven 怎樣解讀今次的消息 其實都正常 你見到外圍Tesla 其實都想買礦 去鞏固自己電池的原材料 甚至乎內地的比亞迪 其實他們都有自己的電池供應 其實垂直的供應鏈 自己又做電池又做芯片等等 好處就在於不用因為外圍任何的制裁 又或者內地任何的原材料供需失衡 或者價格飆升等等 而要捱貴價成本抬高 導致毛利減少等等這些因素會慢慢去除 所以這絕對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你說今天不太升 老實說 雖然說去讀一下每一間車股 他們的產銷數據 廣氣不是頑 但是廣氣真的不太受市場 資金所追捧 即是有時他出的數據都頗理想的時候 其實股價仍然很疲弱 現時就留意一下他反彈了好幾天 跟隨著市場 但是較早前有一支大的陰燭 通常這些是預視一些很大的固額 當期市開出是5.57元 你當是5.6元在左近 如果短期反彈到5.6元都是要回落 那就即是彈完了 我們看到廣氣集團阿瑪最新 有1%國外的Default 跌6仙報5.44元 說起有些相關的消息 還留意日清 他們都增持了內地即食麵製造商的權益 好像這個概念跟廣氣都差不多 他們今次中標一個珠海永南 壓近三成的權益 他們是一個日清的製造商 還有分銷商 主要都是幫他生產 還有銷售即食麵 調味料和包裝 如果交易完成之後 日清就會全資拿著這間公司的權益 看到日清 都有1%國外的升幅 幫到估計多少呢 你都說得對 如果是一個供應商的話 去增持 導致它的主導權 將來話語權 各樣東西 在控制成本 各樣情況 產量方面 我覺得都是有一個基本因素的幫助 但是你說 又是 在股價上 會不會因此而很大的刺激呢 老實 日清這隻股份 雖然一直以來強勢 原來半年以來 都沒有怎樣跌過 還在衝著一些高位 但是 又是市場裡頭 可能都要數到二、三線的股份 所以我覺得 市場的資金未必容易炒到 而且 最近由九月中後期開始 看到它是橫行 就完全似在五月一路升上來 日日升那種的走勢 所以 動力是有減弱的 沒有貨的朋友 現時買就普普通通了 有貨的 過去一個半月的橫行 最低大約是六元左右 那就不要失手六元 看著六元的這些位置 入清就透過一個公開掛牌的程序 就是廣東那邊的一些交易中心 以最低的一個競標價 就是大約三億五千萬人民幣 去到中標今次珠海永南的 埋近三成的股權 見到日清食笨 最新都維持1%過外的升幅 升到七仙 現價是6.2的位置 看回早段 高位暫時都見過6.25的位置 這一節和Steven聊天 先聊一會 即使密博時間 恒指今早輕微高開四十四點 背一萬六千六百四十點 之後升幅曾經一度擴大超過一百點 但現在來說 升幅稍微收窄 只是升幾十點左右 我們看看恒指成分股的升跌比例 目前來說 大概有三成八 再有股份下跌 五成二 再有股份又升 我們看看表現最佳的藍差 有甚麼股份 看到有些內房股上榜 包括碧桂園 現在升埃近半成 至於金沙中國 升超過3% 釀明生物升超過2% 騰訊控股升埃近2% 至於信義光能升超過1% 我們看看表現差的藍差 有甚麼股份 不包括見到有百度集團 升埃在跌超過2% 至於白威亞太跌超過2% 漢森製藥也是跌超過2% 眾生製藥跌超過2% 阿里巴巴跌超過1% 即時密博看到這裏 今早市場整顧格局 我們過去兩天提到 累積計升了1200點 今早稍微高幾十點之後 一度倒跌過 但低位落到16500 已經頂得住 只是跌過幾十點 曾經去到16700 升了過百點 但無論升升跌跌也好 剛才提到低位16500 高位16700 暫時波幅只有160多點 106點左右的波幅 非常窄 成家有195億多 看看匯約港股裏 看看有沒有突出精神的東西 看上去都沒有甚麼 騰商是這樣的 升到1% 支撐市場248.6% 但阿里巴巴美團走勢偏遠 阿里特別弱 跌超過2% 去到第四位 先說一下美團 美團跌幅有超過1% 美團最新做的150.8% 卡拉中間有隻刑副基金 跟恆子走 走勢偏遠 第五位 剛剛走位 已經到第四位 恆生中國企業 跟國企指數走 最新稍為偏遠 跌了一毛八線 看看六至十位 都沒甚麼特別好東西 六至十位 看上去有幫靠穩 商湯 今天繼續上 昨天急升 今天股價再升6% 1.92% 成交都大 去到第七位 我也很好奇 商湯連續兩天這樣升 昨天成交都大 這一刻成交都去到五億流上 開市四個字 商湯很少有 四個字成交已經有五億多 這麼厲害 講交所 股價升百分之一 若名生物靠穩 升三毫子 行指一偶政 最新報的是八仙八 暫時都有報價 我們看看其他主要藍籌股 匯豐中移動那些 行不行 看上去都是港交所好一點 反圍是第四個 股價是263元左右 我們先找詩雲答問題 稍後再跟進移動股 詩雲你好 早晨 早晨 吳達文 早晨 講到指數 嘉靈官說林先生想問這隻指數基金 那就是7552 情況如何呢 他十二個半入貨 他說現在怎樣做好 現在都在現價差不多 其實就是說看科子的走向如何 先聽科子 因為如果你去做膽的科子 我覺得暫時就不適宜 大方向繼續向下 大方向我覺得現在是 科子也好 行指也好 是一個跌浪的反彈 不過最近都幾多一些 所謂利好的因素去刺激 ATM等等都持續反彈 我們看科子去挑戰 從仰前後的一些關鍵 譬如3400 甚至乎3700左右 就是從仰前後的頂底 如果現在的情況 有機會再夾多一點 你看著做膽科子的對策 我認為你要先捱著 做膽的情況 要去到那些位置 才指數回下來的時候 就回到你了 因為我仍然覺得 現時是一個跌浪反彈 你先保持著 現時就剛剛看著 10月份的 10月初有頂底的水平 如果譬如 科子連3,700都升穿 即是說 連10月初的低位 你的ETF 大概11元頭 都跌穿 那就要止蝕 好 這隻是反向的 是嗎 是 所以變了 近來的科子反彈 它又跌了 所以 斯文就說 簡單來說 都要看科技指數 最重要的大方向 就看近來 科子都是反彈 最終有機會跌 這隻ETF 就簡單來說 繼續持續 除非跌出某些位置 就止蝕 好 希望幫到家庭觀眾 還有林小姐在電話旁邊 林小姐你好 林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林小姐是否在電話旁邊 可能有時走去看電視 林小姐在嗎 林小姐不知道 可能我們技術上問題 一定是走開了 我們知道登記買一隻石藥 當然不知道它特別 詳細情況是怎樣 有貨沒有貨 最佳策略怎麼做 近來市況好轉 稍微炒高一些 醫藥股份 生物科技股份 都有上升 當然 這隻是屬於有根底 有盈利的 同時做些仿製藥等等 其實我覺得 通用藥等等 其實會比較可信 我很忌去炒一些 新官相關的股份 大起大落 現時 照拿著先 較早之前 11月2日的時候 有一支大洋燭技術上面 那些頂底 都很慣電 即是下方不要跌穿8.8 當然是開市價 跌穿就走了 如果上方 就挑戰當日的高位 大概10元 衝穿10元 當然可以繼續上 看著8.8 10元這些水平 我只可以說 這隻的質地 損得不錯 現時都有改善的勢頭 甚至乎 如果不跌穿8.8 的話 持續長一點 其實 你平時看平均線 看技術走勢有沒有改善 近來他都出了好幾個黃金交叉 第二 近來升得來的成交 也顯著增加 是不是技術上的圖表 英俊了很多 是呀 所以其實 那館 剛才這麼多折都好 有很多 觀眾都會問很多股份 我都說跌浪反彈 你不要想著長炸 短炒算數 但剛才石藥 我都會補多一句 不跌穿8.8 其實你鑽長少少都可以 正正是因為 當然我相信它的基本因素 同時間均線很多黃金交叉價 甚至現在十、二十、五十 這些線都排好 都叫做少多頭排列 一點都不頑 走勢 好 我們接著有家庭工作 陳小姐 陳小姐你好 陳小姐你好 有什麼問題 師傅你好 我買了1171 28個發入 那怎麼辦呢 麻煩 OK 其實要提一提 當然煤價方面要關注 中央幾次去講煤價過高 需要禁止控台等等的因素 這些要擔心 但是一隻其實都很多的調控的聲音 但是它不跌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自在九月初 那管三隻都是 染曠、神華、中梅能鑽 其實都下跌 導致它整個強勢沒有了 又是看軍線上面 從來沒有試過說十天、二十天線 連一百天線都跌穿的 那就是說這個聲浪應該是完畢了 那現時如果說在坐艇和 那等待反彈 看看會不會彈高一點點走 過去在三月、五月和七月這個股份 在一百天線都有防守 最近跌穿了 通常反彈上去就很大沽壓 我會先看看可不可以彈回二十六個半 現時一百天線的水平 站得穩當然再貼 但是看不穩的機會其實是大 二十六個半左右的水平 就看看會不會換馬或一指洩 近來就在下降通道 裡面就凸了頭出來 不過你說得很對 如果從平均線看 真的那些死亡交叉出了 是呀 沒錯 支持沒有出過 支持沒有出過 就是沒有出過 就是圖比較肉酸了 所以市民所以比較保留 這隻又不知道有沒有英俊了 起碼他昨天很英俊 今天都繼續英俊 雙湯 很多家庭觀眾說這兩天又看了 張小姐比較高位賣 三個三入了 現在又升六個百仙 一九毫多 那他說有沒有機會回家鄉呢 首先就不要一下子去提家鄉 當然啦 三個三 如果你看回當日列口低開之後 再大沽壓大陰燭放量那天 其實收就收三個一 所以老實說 頂盡被你升到瘋了 三個一那些位置 很多人擋著走 那未必會上到三個三 好了 不好沒有交貨不好 基本因素其實真的沒有 沒有說有什麼特別的轉勢 利好這樣的情況 走勢上面有沒有轉好 那當然昨天放量成交大揚足 這些叫做小讚 讚它少少 但是呢 很快都會迎來七八月到橫行 這個橫行區兩個二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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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基於基本因素我不是太看好 而且整個市場都是跌浪反彈的時候 我認為加一隻沒有信心的股份 我不會建議 只要保持 看看兩個二的水平 要想想想離開 嗯 是的 兩個二的 我們應該沒看到 就是7月份一路走到9月初的时候 整个横行区只有蟹货 这些人买了可能会走 你不走就有很多人走 留意着大概两个月 斯文多谢你 有没有拿去刚才聊过股份? 都没有持有 市价价着跌20多点 我们回来待会再跟